同學都會講說我屬老鼠什麼 我屬老虎這樣 我就會想要知道我屬什麼 我就說媽媽那我屬什麼 她就說 我就會喔 我屬螳螂 我隔天去學校就跟同學說我屬螳螂 所有同學老師都笑我說 怎麼有人屬螳螂 我還為了這件事跟同學打架 因為我覺得你們怎麼可以笑我 我媽媽就說我屬螳螂 我覺得媽媽不會騙我 沒有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爸媽講的話是不會騙人的 你媽媽跟你說你屬螳螂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要舉凡問到她有關這些問題 她都沒有辦法好好正面回答我 屬龍 屬虎跟 這個很正常 妳媽媽是不是希望妳在學校 被同學排擠 我知道 可是我媽真的 或者是她個性就愛開玩笑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就調皮 然後她沒有想到說 我會認真去跟同學吵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 聽起來好保險 因為跟瑞典就差很多 可是因為就是說 我小時候 然後我在家裡 然後突然就是有一個朋友 她傳了一個A片 那我就在那邊看 因為這個真的很正常 已經在看 然後就是剛好那時候 她就是傳來 然後看 結果被我媽發現了 可是那時候我媽的翻譯 她是說 如果妳要看A片 妳不要看網路上的A片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的你不知道 它可能是一些就是不正常的狀態 也可能是頭拍的或什麼 就是一些不是 就是願意做出來這種 她就叫我說如果妳要看 妳就要去買真版的 CDD或A書 不是 瑋哥 這個也要正版的嗎 妳媽媽好最重智慧 對 是不是 對 才有智慧 才可以學會準確的觀念 多麼值得驕傲 可是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妳看我們的媽媽都是用騙的 騙她說什麼她是螳螂的 對不對 從小騙我們說 阿亞所以以前長大 我幫妳轉起來長大 還有給妳花 從來沒有 哪裡去了 妳媽媽真的很重視智慧財產權 太棒 妳媽媽太棒了 真的 不像日本 對 還有 日本也買DVD啊什麼的 所以你們都是用自己買的 對 所以呢 我所以國小的時候 我說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對那個東西就是對Sex這個 很有興趣 然後 那天卡號幾個同學來我家 夢頭 大家知道我比較熟嘛 然後說夢頭 我們去那個住DVD 那時候不是DVD 是錄影帶 對 對 那個時代嘛 然後呢 但是呢 重點來的 因為國小六年級沒有會員卡 但是我知道 然後 我偷偷拿爸爸的會員卡 然後 就在很緊張 你知道很緊張嗎 因為就是看著是國小生嘛 就... 很緊張的 然後大家 你去啊... 然後我們兩個人進去 看一下那個 這個女友很漂亮 就... 我還記得是兩個 兩個那個錄影帶 然後那個櫃台那邊 我很緊張耶 然後櫃台的人 B... 心裡想說Yes 可以知道了 Yes 好開心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那個 回到家 看這是同學 大家就... 5...1 2 3 5個人吧 大家看得... 看得很興奮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機器首先回來很忙 哈哈哈哈 那個時候真的 然後... 到那個時候很開心喔 媽媽很開心的 結果呢 到了 差不多我媽媽回來的時候 我家的電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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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接到媽媽 電話 我媽媽接到電話 咦 他說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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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我測試了 他說 媽媽剛好講說 那個... 那個豬那個... 那個什麼DVD 不是DVD 那個錄影帶 錄影帶的他們 打來 對 打電話來 那下一次就是想要看 直接看媽媽講就好 媽媽幫你們 媽媽 夢多 我整個故事聽起來 有一點點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個電源知道 你媽媽一進門 就打電話給他 他們兩個是不是有什麼 沒有 不是啦 我覺得這個... 情報最後重點啦好不好 不是 我覺得這個電影 電影真的很賤 那時候就直接 小朋友 不要租給你就好了 對啊 孩子 然後我還開心 然後偷偷打電話來 他想說還是讓你開心一下 是啦 你是不是有開心到 有有有 但我想要問七位行男們 你們都有跟自己的朋友 一起看過愛情動作片嗎 有的情侶圈 你說一起抬過還是一起看過 一起看過啦 他都有 喂 一起看過 當然有吧 所有破歷事是沒有的 其他大家都有 其實 一起看的時候不會尷尬嗎 其實我們沒有看A片 我們是看雜誌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 11歲吧 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突然有想法 在學校上課休息的時候 就覺得 我們今天應該要去一個 一個雜誌店買一個 一個雜誌好了 我就跟幾個同學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很興奮 哪一個最好 哪一個最好 裡面的模特兒 哪一個最好看 吧吧吧吧吧 哇 好就買回來 然後在家 在家裡一起看啊 因為我媽媽很晚才下班 我們下午就放學嘛 都一起看 然後後來我就把那個雜誌 我一直放在我的窗底下 把它藏起來 我媽媽根本不會介意 或是知道這個事情 她也根本沒有跟我說什麼 姓氏很髒的東西 或是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就把它隱藏起來 就藏得很裡面 然後我記得每次我媽媽說 你要應該要整理你房間 你床底下要整理 我每次覺得她講這句話 我很害怕她知道什麼 但是好像沒有 但是我每次聽到 我覺得 我盡量不要在她面前 整理我的房間 我怕她會看到 對啊 我之前也是這樣子 你很能忍的 你十一歲就已經接觸到 色情雜誌 但你二十歲了 我不是十一歲第一次遇到 接觸到這個 其實我第一次 真的接觸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八歲的時候 欸 八歲 我們 我有一次一個晚上 是跟爸爸一起看電視 大概我們晚上八點看一部電影 就很正常的電影 那我爸爸大概十點半 快十一點就睡著了 我旁邊睡著了 但是我還想看啊 那德國大概晚上十點半 十一點就會開始播一些A片 但是我們的A片 不是那種Hardcore 是可能看到胸部跟屁股 但是看不看 不會看到那些 重點不會 但是我一開始 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個電影在演什麼 那是真的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上車 那個女生突然脫上衣 那個男生就摸他的胸部 我想說我八歲 我都沒有聽過這種東西 沒有看過 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自然 我覺得不錯 然後繼續看 然後他們都到一個房間 然後那個男生就從後面跟那個女生 我覺得哇 好精彩喔 哇 我大概看了一個小時 我也有反應嘛 我覺得哇 好棒喔 我其實不是很清楚他們在幹嘛 但是我知道我很喜歡 然後突然我爸爸醒過來 我就 然後把他那個關掉 我爸爸 我爸爸 你剛剛還在看什麼嗎 沒有 沒有 我也睡著了 你醒來 我也醒來了 我就假裝我不知道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從那天開始就常常做夢 夢到這種東西了 夢到神 夢到神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也是我表哥有送我一本那個 雜誌 然後那個雜誌裡面有藏一個A篇的那一 就是比較 就是外面是一個正常的雜誌 然後裡面是不是 不是那一種 對 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他送我這一本書 然後我自己滿開心 但是我說 打開為什麼 然後就問他 你為什麼要送我這個雜誌 他說 沒有 你要仔細看一點 因為他弄的弄法非常厲害 就是你打開的時候不會看到什麼 就是你要到了一頁 然後把它拆開 你才看到那些比較多的東西 我想說 好開心 好開心 然後我看一看 然後我以為我自己很聰明 然後把那個雜誌跟少俠一樣 放在那個床的下面 然後想說沒有人會知道 放了很久沒有人知道 我以為沒有人知道 結果有一天我回家 那個雜誌是在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衣櫃上面 然後想說 是我弟弟把我弄出來 因為我弟弟也知道 我也有這一種東西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我想說 我不想要讓我媽知道 然後把他藏回來 把他放在床下 隔天回家 也是在我的那個衣櫃上面 我想說到底是誰 沒有拜低機主啦 我想說到底是誰 會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把他藏起來 然後我媽就找我 然後他說 我們吃晚餐的時候 他說 如果妳覺得那一種東西不好 就不要買 或是不要看 妳一直把它放在妳的床下面 也是沒有用 然後我想說 啊 然後說 喔 好 好 然後想說他到底怎麼知道 我從那一層就知道 我姐姐跟我說 我媽 我們所有的房間 我媽會一直檢查 對啊 因為我姐 懷孕的時候 也是我媽檢查出來的 不是她跟她講的 我不是她們說 我覺得妳 accessed unemployment Society entscheiden 就是 這件事情 走 走